你们的通知书到了吧 到了 你俩考上大学这是好事 但是我们家这钱款 你俩心里也有数 妈只能够一个人上大学 这个事啊 为妈没本事 你们两个自己商量商量吧 我分数高 专业也好 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没什么好商量的 让我哥去吧 我不喜欢读书 干点活也饿不死 以后还能挣钱跟我哥读书 算了 你两个也别商量了 就抽签吧 行不行 抽中了去上学 不去上学的 妈把肉脑房子留给她 你们俩要是不说话 妈就当你俩默认了 咱们事先说好 抽中一的 咱们就去上大学 抽中二的 妈就把这个老房子留给她 我们不管抽中什么 都得胡气 不准耍赖 听到没有 小凯是哥哥 小凯先抽 怎么会这样 妈 妈 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去上大学行不行 你让我去吧 求求你了妈 小凯 刚才我们可是说好的 妈把这个老房子留给你行不行 天王 咱们让弟弟去上学 谁喜欢这老房子啊 小凯 哎呀 这个脾气 小江 既然你哥不去上学了 那你去上 好好读书 以后有出席了 多帮帮你哥 这不是大学生吗 这怎么还会嫌弃我来了 妈病了 这次可能撑不过去了 妈这些年绝对不起你 就眼见你最后一面 你回去看看她啊 这跟我有关系吗 那怎么说是咱妈 你回去看她最爱的一眼吧 我求你了 打住啊 这个人是你吗 不是我吗 两年前啊 这个人就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一辈子 算是毁在她手里了 我走了多少万路 你知道吗 我造了多少罪 你知道吗 这辈子啊 我是不可能再去见她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呢 她还是没办法 她一直都觉得对不起你 哼 还觉得对不起我 她不就是一个重男轻女的老奉剑吗 在她眼里啊 一个捡来的男孩 都比她的亲生儿子强 当初还抽什么钱 可真是虚伪 捡 捡来的男孩 谁是捡来的 我不知道 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哥 哥 我知道了 你别恨吧 妈这些年一直都觉得很对不起你 你有时间去看看她吧 是老家的钥匙 妈说了我房子留给你 现在啊 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 可能补上很多钱 你拿着吧 哥 妈走了 你走的时候 妈一直都喊着你的名字 你要恨的人是我 不是妈 妈都跟我说了 我的亲生父母年轻的时候 跟妈在同一夜工厂上班 后来工厂发生了事故 我的亲生父母救了妈妈 但他们却走了 妈妈内心愧疚 这才收留我 让我上了大学 老家的房子要拆了 我要离开这个家了 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 哥 你对我的恩情 我一定会记在心里 不管你怎么样 在我心里 你和妈妈都是我的亲人 哥 我走了 你给我保证 妈 老公回来了 老公 最近怎么下班这么晚了 公司加班 最近公司怎么老是加班啊 过段时间就好了 老公 吃过晚饭了吗 吃过了 老公 你去给我倒杯水来吧 好 你们公司也真是的 天天让人加班 还让不让人活了 你看你都热成什么样子了 老公 老公啊 老公啊 你去房子睡吧 老公 怎么了 你是不是把我闹钟给关了 对啊 今天周末 我看你那么累 想让你多睡会 不睡了 今天公司加班 你们公司天天加班 还在没人活啊 老公 早饭做好了 吃完早饭再走吧 不吃了 不吃了 老公 你的包 这么快 跑哪去了 老公不是去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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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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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抱歉 你还没跟你媳妇说 没有 我说你这么瞎折腾 你累不累啊 有什么累不累的 难了嘛 不就多换一种工作呢 这个跟他说了也没用 只能让他瞎担心 等我正式找到工作 再跟他说吧 换钱跟他说了也没用 他就在家开开心心的收拾收拾 等我下班就好了 我也用不着 他为钱操心 你可真是个好老公啊 哎 小凯 啊 怎么了 试试 这里这么粘 你来这里做什么 走 跟我过去 跟我过去 这里这么粘 又不安全 走 你干嘛 小凯 我嫁给你 我就一辈子跟着你 无论贫穷乎贵 你是老总 我就是老总的夫人 你是乞丐 我便跟着你一起要饭 家是我们两个人的 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面对 试试 要不是今天被我遇见 你还要麻烦我什么时候 不是 我 老婆 老公 什么都别说了 帮你拿着 我来干 老婆 谢谢你 老婆 我们不要 allowed 老婆 咱们 老婆 老婆 我 老婆 添